《紅中玉風水命理》 焦點視頻《紅中玉風水命理》的時間 迎光幕見到紅中玉師傅 你好 師傅,今集我想請教你 關於2024年未來 到底會有什麼事情的預測 我們知道未來2月時 會有一個立春八字產生 而立春正正是一年的開始 所以這一天的時間相當重要 因為代表新的一年,新的開始 所以就著立春的四處八字 我想請教你一些關於各方面的預測 不外乎都是關於一些經濟 民生的情況 甚至乎是一些叫外交、外局的情況 所以想請你解說一下 好的 以下就是講一講2024年的2月4日 新時這一天的日子 就是立春的八字 這個八字其實是全世界都用的 所以現在講的 只是用這個立春八字去看香港的走勢 就不夠的 只能作參考 一定要再細分 每一個問題 就要再沾一枝掛 然後再看清楚那個問題 究竟是什麼事情發生的 第一件事就是 這個立春八字 我們用一個紫微斗數命盤 在日本起了一起出來 起了一出來 它的命功就是一個字 人生自害就叫逆馬 所以今年來講 在人的旅遊出行方面 是比較上會多的 走走滴滴的人也會多的 移民的人也會多的 因為人生自害本身就是一個 要逆馬的命功 即是說全世界今年 都是一個動盪的走來走去的年份 第一點 第二點來講 就是這個天璣星入命功 天璣星本身也是代表走來走去的 所以動盪得很厲害的 而看這個八字 是一個夾神年 秉人月 冒率日更生時 它本身的四處衝來衝去的 人生衝 神衝衝 那樣的 又是衝到七彩的 所以今年整體上經濟 如果你問我 都是比較上不平穩的一年來的 是動盪不安的一年來的 那我們用紫微斗數分析一下 所以來講 經濟方面好像是表面風光 黃天鋼是夾炳火 夾木森炳火 炳火森 冒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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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表面雙生 五行雙生的八字來過 但是地支就衝到七彩 那就是說 其實這個表面風光而已 只是 不是真正的好來的 真正的好味道的 所以來講 如果你說 比起2023年 我覺得是會有進步的 是好一點的 但是不是真的 完全好 也沒得住 看它的 紫微斗數 來看看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這一個 這個八字 這個紫微斗數盤是怎麼樣的 天璣星的入命功代表 代表走來走去 也都代表天璣代表 為替計 很多計仔 所以來講 今年是一個 想計仔之年 啊 然後看一下這個 觀錠功 觀錠功就是 事業方面 今年是整體上的事業來講 是武主星的 武主聲就叫做氣弱 即是說今年的真正的事業 沒有一個真正的方向 對面的就是叫太陽天良 太陽珠服務性 譬如一些服務性行業 較為有利的 天良代表一些 專業顧問方面 比較上是較為有利的 天虛聲代表什麼 天虛代表不是很實際的 是一些虛無偏偏的東西 這些又是有利的 例如設計 創作 保險 或者天馬行空的東西 是比較有利的 或者網上的行業都可以的 另外我又起了一支掛體 香港今年的經濟 掛名叫做天窄里之天地皮 我們可以看一看螢光幕 我們轉一轉掛那情況 多謝收看焦點視頻的節目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請做齊留言讚好和分享 因為這些動作對頻道的成長相當重要 在影片資訊欄會見到有主播專頁的連結 按進去的時候會見到有主播的聯絡方法 和節目其他的資訊 焦點視頻是一個知識共享的網絡電視平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 以上的問題 剛才Mac就給了一些問題 所以我現在就 就這些問題 以下這些問題 我就以掛的方式來回答你 第一支掛呢 我看今年 這個2024年香港經濟 究竟好不好這一支掛呢 掛名就叫做天窄里之天地皮 那細窄呢 就是子孫 代表香港市民 林日來講呢 代表香港市民 今年來講呢 心來講都是向外面的 即是說 經常都走出外面的 即是說 移民啊 或者旅遊啊 他的心是不定的 不在香港那裡消費的 今年整體上 我覺得是 所以財窄不上掛 代表經濟來講 不是那麼好的 官窄來講呢 就化了一個褲 那官窄化褲呢 就代表那些人來講呢 就是沒有 那些客人來講呢 沒有錢啊 消費力呢 薄弱啊 副效代表地產啊 但是兇亡啊 那地產來講 都是要向下沉啊 所以地產呢 都是向下沉 都是不好的 即是不會怎麼大升的了 那跟著來講呢 就我們又再分析另一個問題了 就說分析一下香港 2024年的民心啊 或者是國家元首的異象啊 那 那就 以上這個問題 我又起了一支掛了 那 那 掛名呢 就叫做 雷地如 之天地皮 那這支掛本身來講 是一支六合掛來的 那 首先來講這支掛來講 沒有什麼大變動 即是六合掛 即是代表沒有什麼大變動 那 問題就 大問題就應該沒有的 那紫蘇牙呢 代表市民啊 臨生 是生月的子日 五火一點都不旺啊 所以來講呢 這個這個 而且的官牙呢 財牙就復了 代表事業的財運呢 其實啊 還未得住的啊 但是 官牙 復任 財牙復任 即是代表今年的 整體上的 官是代表事業啊 財也都代表錢銀啊 今年的錢銀啊 和事業都是比較上是 反覆不定啊 還未見得有大明顯的進步 好 那也都可能是一個 交接運之間啊 因爲你九運踏入第一年呢 你那些叫 南柏交女八折 任何交接運都不會 即刻會好的 那也要等一些時間才會得的啊 那相信 那什麼時候才好啊 我想呢 都要去到下半年了 才會有少少好轉啊 那第二個問題呢 就問這個 2024年 郭家元首的運程的 那我就尖了一支掛 來回答這個問題的 那這些掛名就叫做 雷天大壯啊 變為雷 雷澤歸梅啊 那應爬來講呢 就是 百虎才啊 那紫五聰啊 成之掛是陸衝掛來的啊 凡是陸衝掛主呢 變動 有些變動的啊 今年啊 但是變動的 有些意思的 那所以呢 這個財呢 這個財本身是好的 但是這個財不旺上啊 不旺上啊 而且今年來講 晨月 晨年來講 日暮啊 即是如果你問呢 今年中國的經濟 或者國家元首 今年的運程呢 今年都不好的 今年都不順利的 凡是日暮代表呢 困住的意思 就是有些不順利的 這個意思的啊 日暮 那所以來講呢 而且有輕咬動啊 輕咬動就是黑財星啊 那今年整體上 如果你問我呢 用這枝掛去看中國今年的經濟呢 都不是理想的 因為輕咬主破財 黑落財星主破財 那所以來講 今年經濟呢 就算中國經濟都是不行的 那所以呢 簡單來說 香港又不行 中國又不行啊 就是這樣看啦 我就覺得 暫時都未得 未如理想啊 要等多一年 最快都啊 可能大環境不好的關係啦 影響到啦 還有交接運 也都有一些影響的 那第三個問題啦 就分析一下 啊 就這個預測在2024年的 外交啊 戰爭啊 動亂啊 天災以下 四個問題 我一次過來回答你啊 那 第一個就是 看看今年中國 和其他國家的外交呢 那我就 我又知不知掛了 掛名就叫封雷益 封雷益 變為封地官 官就叫做官亡的 細詞呢 就是 財 財這個兇亡啊 這個財 財呢 即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力的啊 財咬不實啊 啊 所以如果今年的財來講呢 還沒得住的啊 那另外來講 應爬呢 就貌木輕爬 木就黑土啊 黑這個財啊 但是好處 財又兇狂啊 不會被他黑到啊 那所以來講呢 啊 而且這個有金 青龍官呢 就出得服的啊 出服就會怎樣 就會 劈個貌木 但是那個官爬就臨日 就是入募於日啊 官爬入募於日 那其實 代表什麼呢 就是代表今年 整體的事業來講呢 都是不好的啊 經濟外交方面呢 也都未如理想的 只不過是一個 互相鬥爭之象的啊 就是大家 你罵我 我罵你這個意思的啊 那所以我就 就是簡直 不安寧啦 那所以來講呢 今年 中國和其他國家外交呢 都是得咬字啊 就是浪費心機 顏眼睡啊 好 第三個問題了 第二個問題了 就是看看 在中國在 未來一年啊 在2014年有沒有有戰爭呢 我看看這支掛來講了 這支掛 就叫做 掛名呢 就叫做 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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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 雷封 恒 那 世咬呢 就持官 這個害水官 但是 日黑的啊 日黑的啊 那就是 官呢 就是代表什麼呢 戰爭來的啊 那官來講呢 應有臨子孫啊 子孫就黑過官的啊 所以掛帳來看呢 在2014年呢 就你說 中國會不會和其他地方有戰爭 我看就不用擔心的啊 戰爭就應該是沒有的 今年是主要是來的 今年經濟不動盪而已 戰爭就 不怕的 不需要太擔心這個問題的 好了 另外一個問題了 接著回答一下 中國有沒有動亂啊 這樣 那我又知道什麼之掛了 這個掛名就叫做 尼為火 天火同仁啊 那應爬呢 就臨青龍 青 應爬了 青龍官啊 官爬主中國政府啊 五爬子孫去生國財 不是 生國財去生國官啊 財生官主賺錢為主啊 今年呢 打仗就不會了 主要是經濟為主的 其實都是啊 應該就不會 應該不會動亂的 動亂就應該沒有什麼啊 所以應該2024年說 動亂啊 戰爭呢 我覺得是平安的啊 主要是 不過經濟差一點點 好 接著一個問題了 究竟中國今年有沒有天災啊 那些呢 那其實每年都是天災的 那大不大 這件事呢 那這個問題 我又知道什麼 掛名叫天風後 天山頓 西遲 西咬 西咬就代表中國啊 那是林伯父啊 那伯父林日啊 那都是 天災都有一些的啊 特別是 在這個泥土啊 土主泥土啊 林日 而林伯父旺上啊 所以如果你問天災呢 我覺得是有的 天災一定有的 而且天災呢 是 是 涉及土的問題啊 土的 譬如山梨傾瀉啊 或者是 那些 那些 那些水浸啊 那些 都會有的 而且水 熬都冷的啊 水浸 山林傾瀉的 特別多的 今年是木黑土之年呢 土會受傷的 那所以來講呢 我覺得今年都是有一個 這個 這個問題的 我們 那看回白虎煮血光之災啊 也都是絕傷亡的 林朱雀啊 朱雀也都代表什麼 火啊 火 火警啊 官熬生細熬 煮白虎 所以今年是少生火災 也都是啊 特別要留意農曆的五月 新曆的六月 六號至七月六號 左右啦 那 方位 留意來講呢 是 南方啦 那還有呢 或者是東北方啦 到時呢 特別這兩個方位要留意一下啦 那整體上呢 今年的 大 大致情況就是這樣啦 那到時看下是不是這樣啦 以上就是我個人的見解 看一下 嗯 OK 那希望呢 啊 師傅的一些的 預測啦 分析啦 是可以幫到大家 那當然啦 其實 啊 距離這個 這個 2024年呢 說快不快 說 耐不耐 因為其實 只不過短短幾個月的時間 都很快就會經過的啦 那所以如果大家在可能一些運程的批算上呢 是想請教洪忠玉師傅的話呢 那當然都相當歡迎的 在影片資訊欄可以找到師傅的聯絡方法 詳細請教一下他的 那下一集呢 我們又再講一下一些關於2024年一些的大運勢的預測的事情啦 好嗎 好的 拜拜 拜拜 多謝收看焦點視頻的節目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請做齊留言 讚好 以及分享 因為這些動作 對頻道的成長相當重要 在影片資訊欄會見到有主播專頁的連結 按進去的時候會見到有主播的聯絡方法 以及節目其他的資訊 焦點視頻是一個知識共享的網絡電視平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哦 Inner Friend 感谢观看